比侯友宜 選總統後面比較大碗 你這樣欺負很好 你這就大人欺負有小孩 你這就輸不去 輸不去沒關係 整個一樣 以後又比 你不是 你要改整個 你這種的 真的不平 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 但是電視都不可以說 因為說出來沒辦法放 所以 說出來BB 我現在說正經的 我很理性 當然不必規定有證書 我有25個助理失業 來現在後面 政策上膝上手 臭不可聞 沒人敢跟我接觸 後面要選機 也沒人要打招 大家落盡下死 拿著頭給我揭 我只是一個素人 我為了台灣的政策出來打招 你也不介意話 你跟我說我要改善 你也不說 你只是要給我捕力 要給我揭我 要給我揭給死 好 我死給你看 就這樣而已 但是怎麼 你們今天國民黨 如果反共我不會揭政策 我在吃八作用 我在打電影的時候 薪水比立委比較高 我在跟你揭政策 這個問題就是國民黨 對阿公的心情 我不會害怕 所以今天 你如果要討論 薪水比立委這個都很簡單 第一 薪水比不可以選團 大家可以知道 薪水比不可以不看 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薪水摸下去 四個位 那個雙區沒有民意代表 這不是要收 這可以來討論 所以這不是真真真正的 要收正薪水的 你說薪水比票審跟 當選票審不一樣 只有一個人就是我 薪水比選票審比較高 也只有一個人 韓國的 你議會在做議長 你跟我說 說你 你頭上 是怎麼農定 醫生要看來看 所以今天很簡單 就是說 薪水是人民的管理 你要把門口油管 就是要把手 純利美人民的下廉 說去拿那張票 線索權利 就陳玉張去拿林常做的下廉的一樣 你現在自立論 還要去拿人民的下廉 說要把那張薪水拿起來 看大家買不 你如果覺得 夫婚市在離婚姻部之後不夠 你現在還要去國民黨中 各部 你尽量沒有 你尽量不夠 我對你尽量不夠 看上座對上座不對 當自己要被罷免的時候 就是說要來增加罷免的門檻 又是那種邊選邊改規則的這種情況 另一方面 民眾黨柯文哲 一次喊說不主張要修罷免門檻 但是卻又跟朱立倫互相在呼應 現在國民黨在做些什麼 市長怎麼看 因為現在包括藍委也說要反制 派出他們的五位立委 要在立委無事要的選區 說要進行國會改革的宣講 七月一號要在石牌站的一號處 我對面就無事要的選區 可是他們是真的要所謂的國會改革宣講嗎 還是要行所謂的罷免無事要之時 是這樣我想先剛剛講一下說 柯文哲他有提到說那個亂田 超名冊 你知道我這個人最喜歡翻舊帳了 這個是那個之前的公投的數據 我們還記得因為那個太明顯了 他們國民黨三公投就是不合格率三十幾% 但是我們看的是他的死亡人數 他每一案都有一萬多個人死亡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是所謂的2%的死亡人數 每50個人簽過國民黨的公投 就有一個會死掉 對 這個就是所謂的超名冊 超名冊 柯文哲講的 所以柯文哲算說什麼 超名冊 我覺得應該就算國民黨的公投 因為一年以來看起來就只有國民黨玩這一招 所以才會超出每一個案子一萬多人死人 對啊 然後那個今天那個就是 羅志強他的臉書就有放了一個 就是說他們有五個立委 然後三個市議員會去宣講 然後大家就是解讀成說 他去那個裁場子 那個吳斯堯的場子 選區 對 要去那邊選區裁場子 然後可能要用罷免 我想說很沒梗 因為那個他上次也用過 要那個罷免吳斯堯 對 而且我那個 因為我那個時候有在認真做這個 就是各個罷免的那個表格 我還特別幫他畫一個 空一個表格 要放他的數字 就全部大家都已經跑完了 他還是空的 對啊 因為我為什麼特別留他 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是在上趙趙康節目的時候 我還在唸網友的那個留言 然後有一個網友講說 罷免吳斯堯就叫做搖滾總部 然後我唸完之後過了兩個禮拜 然後他們就成立搖滾總部了 對 就是一個超人家創意的羅志強 我想說過兩年你又來玩這一招 又來了 又玩同樣一招 然後那個吳斯堯他當 他自己也是有發文 他昨天晚上有發文 他直接講說他不是軟柿子 應該在酸那個葉原資 他不是軟柿子 他說歡迎你們來玩 但是如果你們造謠聲勢的話 信不信我們北投天母人 絕對不是好惹的唷 對 他直接就嗆回去 那現在就是除了要罷免吳斯堯 另外一個那個之前罷免黃傑 市議員的那個 那一天我有在那個 他們的藍營行動裡面 有遇到他 然後他跑來跟我打招呼 因為我之前有去數他們的椅子 對 然後他們就講說 是他嗎 你要再來數我們椅子嗎 我現在要罷免黃傑 我要再罷一次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上次罷黃傑 罷一罷讓他聲量那種高 他要變成立委了 你現在罷一罷 你是不是要 你是不是要給他吵成市長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 對啊 因為他那個時候 因為罷免投出來發覺說 反對罷免的 壓過 贊成罷免的 讓他那一陣子就聲量整個大起來了 所以我就想說 你到底是真的要罷免他 還是你是想要 還是你要罷免他 他說不管 反正他就是要罷 我說好啦好啦 你要罷 反正你上次有罷成功 那我就是加油 你如果有罷成功 我就去數椅子 對啊 然後另外的就是 這個禮拜他們就是 要那個修選罷法 修選罷法 因為現在就是那個誰 那個高什麼 高信數沒請假 所以現在這邊6比6比1 所以就是藍綠各6個 然後現在就是白銀一票 所以現在看那個白銀他們是怎麼樣 柯傑明說 民眾黨如果你支持的話 你們藍白盒的話 你們民眾黨的議員會掉光 因為我剛好以前又整理過 那個民眾黨他們選舉的那個數據 他們上次選100多位 好像總共選上20幾位 下面就不看了 下面就是什麼 里長 鄉民代表什麼之類 上面的縣市議員大概10來位啦 那如果要罷的話我覺得可能 他們可能會挑什麼3%的 因為他們有很多尾巴的 3%的 5%的 5%的 這幾個應該就是屬於那種 要被罷免比較容易被罷免的啦 然後跟我有仇江和樹 所以如果江和樹有人要開罷免 我每個禮拜都去台中申援 因為現在一票就在他身上 就在民眾黨身上 如果他支持修改選罷法 投過去了 那當然我們這件會覺得說 那我們就把那個怒氣發洩在 他的縣市議員上嘛 因為民眾黨都是不分區的 你罷不掉啊 尤其現在仇恨最重要 你知道我去青鳥行動的時候 我去青鳥東陸那一條 我從頭走到尾 大概一大半罵黃國昌 一小部分是罵那個 傅昆琦跟那個徐曉欽 黃富希 這三個人 然後剩下大概只一兩句是說 那柯文哲也很差 就連柯文哲都沒什麼要罵了 好 所以像黃國昌 他的仇恨值那麼高 然後偏偏又不能就是罷免他 那當然就會先去找他的 縣市議員去出氣啊 黃珊珊在準備嗎 他負責基隆的 說一個下午連跑七場 所以民眾現在是打算 基隆市場可能要進行補選嗎 他們都這樣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高雄也是這樣 還有沒有印象 高雄那個時候就說我們不支持罷免 就袖手旁觀 然後兩邊都不幫 然後等到那個罷免韓國瑜之後 他們就推人出來補選 一樣啊 就是他兩邊不得罪啊 等下要選的時候再跑出來 但是還沒表態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可以繼續看下去 謝國良面臨罷免 現在藍營的反制 知道在台北市的部分 包括王鴻威 李彥秀 徐曉欽 賴世保跟羅志強 這些人就跑去吳思瑶的選區 說要所謂進行的國會改革宣講 來吳政看起來是要擺明了 要罷吳思瑶為之實 這個很顯然 我們國民黨現在要抓吳思瑶委員 當劍拔啦 因為吳思瑶現在是我們民進黨 立法院黨團的幹事長 所以當然坦白說 我覺得藍營最近是非常有計劃性的 在針對啦 針對我們綠營裡面一些聲量 比較高的委員 例如說沈柏洋 這幾天遭到很多的攻擊嘛 他講的話被斷章取義 吳思瑶是幹事長嘛 當然更有指標性的這樣的一個意味 但我覺得 我相信思瑶委員 應該是能夠很有信心的來去面對 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認為罷免 就是說政治人物或政黨 其實我們都不要小看人民的智慧 就是選民不會是單一政黨 就可以操控的啦 對不對 這個講直接一點 如果說現在罷任何一個市長 就謝國良好 如果是民進黨要罷就罷掉 叫你搞那為什麼市長選不上 為什麼會讓當時謝國良選上市長呢 所以最後罷免那麼承認 最終不在於其實政黨的動作 那都是知為莫節 你政黨有沒有動員 然後大家去聲援如何如何 那都是錦上添花 最終還是你這個政治人物 在這個選區 到底包含第一個 你有沒有政績 讓大家覺得你有在做事 第二個你的仇恨值是很高 會不會有做了很重大的錯誤 讓人覺得非罷你不可嘛 對啊 那現在國民黨例如說要去 他們現在搞政黨 報復式的罷免 那沒關係就是這個 各政黨要做什麼都尊重 問題是說你現在講得出來說 吳思耀他到底哪裡做錯事情 他到底要得罪選民嗎 如果你盤點不出來 他在選區中 事實上做不好的地方 因為想到政績 我馬上可以想到很多嘛 例如說在新北投這些車站 吳思耀委員 包含說他在推動文石的保存 他是最主要的角色 他出了很大力嘛 因為我們臺北的時裝州 這樣的一個文化的整個現在引領潮流的活動 是吳思耀當年去發起的嘛 所以想到政績我馬上想了很多 那國民黨現在說吳思耀不好 那到底哪裡不好了呢 如果你只有說因為他們去弄謝國良 所以我來弄吳思耀 那這種論述說服得了天母北投大部分的選民 是啊 林涛就說要罷免這個基隆市議長 佟子偉還有這個其他的基隆市議長 民進黨的市議員 那佟子偉當然就有說啊 你這樣子政治鬥爭只會加劇謝國良的困境 沒有錯 所以這個我想佟子偉說 坦白說他話講得也很直接啦 為什麼 因為包含剛剛 敬平兄也講到說 現在民進黨我們基隆市有幾個議員 在服務處幫忙收連署書 例如說張浩瀚 例如鄭文庭 但是要注意哦 佟子偉其實他在這件事情上沒有表態 就是個別幾個議員 可能基於選區壓力的支持者 希望幫忙 有去幫忙 佟子偉有嗎 佟子偉沒有啊 佟子偉事實上現在跟罷免 還還是保持一個距離 他說尊重民間民意的展現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國民黨現在為了要轉移謝國良的焦點 確定要得罪更多人嗎 因為佟子偉他上一屆選議員的時候 他是以五黨籍自己出來選 就選上的哦 他是憑著他在地方的包含 我們講人際關係 包含地方基層組織的經營 他就能夠去選上議員 那這一屆雖然他加油民進黨 但是包含說很多他的支持者 很多地方上覺得他服務好的人 這些人不是傳統綠營的支持者嘛 那你要去針對同志偉 不就是跟這些人開幹的意思嗎 而且你要得罪宮廟系統嗎 很多人可能本來對你謝國良 也沒有太大的敵意 就覺得好 你們自己去 這你自己的問題自己去處理 現在國民黨領導是要把這些人一起拉下來 通通變成你的敵人嗎 而且要注意哦 基隆市議會同志偉先是議長 基隆市議會總共31席議員 31席裡面民進黨其實有幾位呢 只有12位 所以不到過半嘛 那同志偉能選擇上議長代表什麼 不只他是這個自己選區 他靠自己就選擇上 甚至他在他的選區外也有影響力嘛 他還能夠去整合到他選區之外 非民進黨籍的議員也來支持他 所以等於是國民黨現在為了要去 搞不清楚狀況是不是 對 你要去跟同志偉議長開幹嗎 那是把很多真的我們講說不是政律的人 也一起視為你的對手了 那你到底是在幫謝國良轉移焦點 幫他減壓還是幫他增壓呢 所以這就我一直在講的 國民黨到底現在戰略方向有沒有搞清楚 你這些所有未來林濤 徐巧鑫 王鴻威 OK 大家都來基隆 沒有問題 你們都可以來 他們跟基隆都沒有關係 不是 你們都來刷聲量嘛 把人把謝國良給犧牲掉了 每天那時候新聞 每電視記者 每天在基隆做live連線 SN區都開來基隆 徐巧鑫來講得很開心 我們要打打民進黨等等 你刷到了聲量 你的選區的生來選民也看得很爽 可是基隆呢 你有沒有問過謝國良 到底希不希望你在基隆 幫他遭更多的仇恨值 所以我覺得謝國良自己要分清楚 到底這些人是真的要來幫你 還是他們是利用你來蹭聲量 到底要幫助你 把他們自己的知名度打上去 但是最後可能讓謝國良 投問值拉得更高呢 所以這個我只能說尊重 我也奉勸謝國良 真的是好自為之 好 今天是7月1號 暑假開始有許多人開始要出國了 甚至是要去中國 因為我們的陸委會 提升我們的旅遊警示 對中國的中港澳地區 那結果國台辦說 你這個登號措施 是對台灣同胞 赤裸裸的威脅恐嚇 破壞兩岸關係發展 問題是去你們中國 的確是不太安全 比如說有一位台灣男子 因為他的英文的拼音 就跟陳柏惟一樣 結果在入境香港的時候 被關進小房間來柏惟 這什麼 這要怪你 這之前阿強 無大無知 不管是鑑定法 國安法 社會 沒有到近年不知道找一條 叫做反台獨法 那反台獨的骨抵是什麼 說不清楚嘛 你要入境法律 比如說我要懲治台獨 判亂條例 好了 你骨抵行為是什麼 比如說你如果 穿臺灣土立的三岸有算犯法 你如果過去穿有犯法 去中國沒有穿有犯法 你骨抵案例是什麼 他說不出來了 他在這條法說你如果想 我就可以去檢查 我就可以把你靠起來 我就可以把你扮演 那大家當然會煩惱啊 所以我們是站在民主法庭的社會 民主法庭的國家 來思考說你如果在這條法 對我們的人民會有障礙嗎 有可能今年像羅廷偉 他現在國民黨的立委 十年前支持太陽花 這樣他有態度嗎 你要說清楚嘛 你中國都不說 不說我們的煩惱 所以我們陸委會就修理電費 他說這支電費 該感受的叫做警示燈號 一個警示燈號而已 先是民意大 國民黨的性匹配 來現在連國台辦也說 好啊你們這個叫處理 叫什麼赤裸裸的威脅恐嚇 不是 這不是威脅恐嚇 這是因為他們說不清楚嘛 你到底是要怎麼判行 我們不知道嘛對不對 我是在替羅廷偉發聲呢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大立委呢 他如果十年前參加過 還在前面 你還要怎樣 所以你要跟我說給我聽 你不說 你不說我激好 激好把你像武漢肺炎 把你激好用作感染色的 紅色的 紅頂 如果要去也可以去呢 但是你不能去 然後說外政府沒有跟你說 就這樣而已 這麼簡單的事情 就像一陣 李公李公 李公是新冠肺炎高危險區 我電話給你打紅頂 就這樣而已 很正常 很客觀的 好 肥呢 好 匹配號 現在一個號而已 這個其實是王鋒 這個很有名的 這個是 這個騎中的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陳先生 他叫 他在那個 重車界很有名 要在這裡剛好 我們台中 出生年月 年份也一樣 九伯 海關抓進小房間 留置半個小時 對啦 因為我那個博委英文拼音同樣 有可能是博博博 博到微微微 我也不知道是對一個人 但是就是 就是有一個人 他的英文拼音跟我一樣 去香港 留在小房間 關他半個小時 正常 老百姓一定會想說 你給我留在關 你總要有一個理由 所以就要請教 就說 不好意思 我是反對一條法 我是對一個行為 讓你懷疑 是說我飯店的 信息不夠清楚 還是說我來的時間太久 他說沒有 你就含一個叫陳博委 我懷疑 我們大家也不懷疑 但是 你的貨膠 逼下去 紅紅頂就 砰砰砰砰砰 我就要先幫你請 說黑名單就是 我不知道什麼單 我也不可能再過了 所以 他就說 這陸議會做的就對了 這就換 金蠍色的電池 回來跟台灣人民說 這就 因為他用各種理由嘛 所以法治平文 其實也不是要做什麼 他只是要跟大家說 就事實上這個國家 如果要幫你查 他就幫你查嘛 韓國 韓國政府 韓國政府 他是怎麼說中國的 你知道嗎 他說 建議大家 手機要清理 清洗之後 再去中國 這是政府說的 韓國 韓國也發旅遊警示 對 他們說 你們如果要去中國旅遊 最好把手機資料清楚 因為中國公安 可以用他們的法律 來看你個人手機訊息 對 所以韓國說的 說得那麼粗 他們的外交部 什麼辦 都不敢說話 台灣只是說 我電話打 我批評 連國來的民意代表 都在批評 我再說一遍 國民黨反共 我不會插政典 今天就是因為 阿強明明是對我們這個態度 但是國民黨的大家都 思念不敢 不敢去背 我看他們很沒 想說福建 這個叫做平坦 平坦就是什麼 平坦其實就是台灣統戰示範區 挑戰在那裡 用一個台灣小鎮 說年輕人來這裡做網紅 剛才有一個網紅 我們說出來 政典一定沒 但是我們不要再說什麼 曾經做一個影坦 他其實是網紅 做一個影坦 我說不會啦 妹妹我哥 我哥 沒有起訴的原因是什麼 他中國人 其實是台灣人 已經疑民在中國了 他就在平坦 他們那個地方 就是專門對付台灣 不管是網路的輿論 創業的啦 或是那個什麼青年創業 我哥補貼的啦 你們這些傅昆琦 我再次強調 全台灣唯一一個改名去親共的人 就是傅昆琦 全台灣唯一一個改名去親共的人 就是傅昆琦 傅昆琦可以檢舉我 傅昆琦今天說 要在平坦台灣設直行區 他就是希望把我們跟統戰區連近一點 你如果今天大家都有這個意思 我沒有我沒有意見 可是你今天去之前 你有像陸委會一樣 告訴大家 做好心理準備 去那邊會發生什麼事 以及在那邊遇到政治意識形態的 這個挑戰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回答嗎 你都沒有 你這個叫做推人入火 可能不叫做幫忙台灣 巫醫院怎麼樣看 現在民眾黨打算 包括在修選爸爸門檻 現在是什麼樣的態度 有可能過嗎 還是迫於民意的壓力 再來謝國良部分 是不是黃山也在準備 民眾黨有可能從中得利嗎 民眾黨現在的動作來看的話 你會感覺他是有一點點矛盾 因為你從曼玉珍的做法 他是認為他今天 其實他今天出來公開講 他不贊成把這個門檻給提高 以過去民眾黨來看黃國昌 或者說這個整個他當初要被罷掉的時候 你整個選舉罷免法當初沒有去修 你現在來動的話 大家會認為說這個是不合理的 可是你國民黨是硬要這樣幹的話 你站在民眾黨的立場 如果說你也加進去 大家會認為說 你本地你就小籃啊 你現在要救國民黨 救這個你本身的 再當一次人家的複血組織 如果你是民眾黨黨主席的話 你才不幹耶 柯文哲哪會這麼笨 所以今天邁玉珍那個跳出來 我看是柯文哲叫他出來 在我的看法是 柯文哲叫他跳出來說 我反對 我反對 那他是真的反對嗎 還是嘴巴喊一喊而已 到時候怎麼投又很難說 以黃珊珊如果真的 又想去選基隆市長的話 那內心我來揣測的話 他一定會 整個民眾黨去想說 你去把他罷免掉 你把他洗洗的管理那麼多 似乎有這樣的一個味道 你罷得掉 你這一席才有 台灣民眾黨的一個空間 對 如果以站在說 民眾黨想來接手 基隆這樣的 這一個選區的話 那很明顯 民眾黨的內心應該是想說 那應該把你給罷掉才對 又附和整個邁玉珍說 我反對 提高這樣的一個門檻 那似乎 台灣民眾黨 跟中國國民黨 又不同調了 其實台灣民眾黨 他最近這一個會期裡面 吃足了苦頭 黃國昌在國會裡面 太過急了 他本來就認為說 我想選新北 那我很多法案 來跟中國國民黨的合作的話 達到他想要的目的 他可以對外去講說 這是他的一個政績 憑藉他的高聲量 可是重點是說 你看那個青鳥出來以後 還有在整個網路上 對他過去的評價 那其實是腰斬 那腰斬對黃國昌來講的話 你說叫他現在 又去跟國民黨掛在一起 我不認為黃國昌委員 他會去幹這麼這種事 以他這麼聰明的一個人 前面都已經錯了 你現在這樣繼續 一錯再錯 他哪會怎麼辦 所以黃國昌說 這個休選辦法 非優先法案 那當然 意思是自己在踩煞車了 其實 班玉珍又說他 他不同意 不是 我認為國民黨 我認為國民黨是耍威風 耍威風 耍到最後他會認為說 他真正去連署 或者國民黨這麼多委員 搞不好大部分人 不知道說選罷法 第131條的規定是說 如果已經提案要罷免的人 根本就不適用 這次新修法的法律的一個規定 國民黨裡面很多人是說 要抓手 對人走 對人走 傅君吉講什麼 他們就什麼 整個國衛擴權法案裡面 你是去問國民黨幾個人 瞭解這一部法律 我對他們太清楚了 所以他們這次的一個修法裡面 你說國民黨到底想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偏偏這個捷骨炎 來修這部法令 第一個當然為這些立委 他本身來自肥 可是那是從下一屆開始 那第二個 你根本明明就救不了謝國良 你偏偏要去做這件事情 你是搞自殺 對 台灣民眾黨怎麼會不清楚 以高金來講的話 高金你說他當然是跟南軍 一直都站在一起的 可是他至少他有一點判斷能力 他會覺得說 你們是大家都要叫謝國良去死嗎 你們做這個掀起這麼多的一個 這個仇恨值出來 你根本就幫不了謝國良這個忙 所以我一直在看說 台灣民眾黨這一次的態度會是什麼 說他們會去連去支持中國國民黨 我認為沒有膽子沒有這麼大 但我最擔心的是什麼 你說麥玉珍他們內政委員會裡面 他反對 反對如果到最後都跑掉了 跑掉了以後 或者說在國民黨這一次裡面 到最後是6比6 在整個程序委員會 你們能耍出什麼樣的一個見招出來 我也不認為 擔心當然大家都會擔心 可是最擔心的是什麼 不曉得他們現在講的話 哪一個人講的話是真的 哪一個人講的話又是假的 不支持 一個講東一個講西 那當然啦 可是內心稍微看得出來 內心看得出來就是說 我跟國民黨做你的小孩 整個支持度一直降一直降 他整個支持度變得很低 而且那個反感度非常的一個高 民眾黨看到沒有 看到了 他也當然要擁有他自己的主體性 那黃珊珊如果起心動念想去基隆的話 我大膽可以告訴你 他還算蠻坦白的一個人 他一定會偷偷來跟我講 可是現在還沒聽到 政治人物想在政壇發展 非常重要的幾個基本因素 就是你的支持度 還有你的信任度 那我們看到有個傳媒 林傳媒就做了一個聲望調查 他問的題目非常有趣 他問說本身 愛詐騙的政治人物排行 第一名是柯文哲 第二名徐曉鑫 第三名傅崑 第四名黃國昌 第五名是朱立倫 名譽 這個林傳媒蠻有趣 問這個題目 結果呢 前五名都是藍白 對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林傳媒最近做的一些 每個面向都有的一個民調 那你看啊 除了什麼有魄力 長期關注相關議題 善良正職為民服務 打炸的時機 然後一直到什麼 極惡如仇 全部寬帶 你看包括什麼賴清德 蘇貞昌黃國昌 就是說各黨各派都有 就讀讀他最後一個 本身愛詐騙的政治人物 想要問大家 本身愛詐騙的政治人物 你第一個會想到是誰啊 沒想到大家中所 都指上是柯文哲 然後第二名是徐曉鑫 第三名是傅崑 第四名黃國昌 第五名朱立倫 全部都是這個民眾黨 跟國民黨的 好那給大家再看 就是這兩個啦 一個第一名 一個第二名 本身愛詐騙 好 那不要被誤會了 賴清德三項特質或青睞 就是最有能力打炸的 賴清德是正向 那柯文哲跟徐曉鑫 包辦本身愛詐騙的前兩名 好那我先來講 那怎麼會有這個 大家會有這個印象呢 說實在的 柯文哲本身愛詐騙 你去洋洋傻傻 你只要打 愛說謊 愛詐騙 愛騙人 大概講這幾個關鍵字 柯文哲都會跑出來 而且都會有熱烈的討論 那你講說 那你講他哪裡 愛說謊 那我先幫大家列了很多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如果他真的列不完 慶祝太多了 太多了 進入政壇之後 都不要講了 說他2014當時是反福茂 對不對 結果後來呢 2023就開始又改口說 這個我不是反 我是反黑箱福茂 又開始挺福茂 那再來 他臉跟賴清德見面 他當時不是說 賴清德跟他見面 做什麼三分之一版凳 後來馬上就一堆 當時什麼王定宇都出來 都打臉他 你說謊 明明做三分之一版凳的 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 然後就要說賴清德 連這個都要說謊 真的是很受不了 那最後最大的一個謊話 他不是講說 這個財團刀叉吃人肉嗎 結果大家印象深刻 他選了這個誰 來做他的副手 五星營啊 五星營是不是就財團 然後你左手說 人家財團吃人肉 騙大家 結果自己好像多清高 結果後來自己選了一個副手 就是財團出來的 所以他真的是 從他的出生 然後一直到 那個一直到他從政 都基本上都是謊言 謊言都在騙人家 然後講謊話 講到自己都在相信 說什麼違建式國恥 結果最大的違建就在他家 他家不就違建嗎 所以一堆的謊言 真的是很 你說要講兩個小時都講不完 那你講到徐曉昕 徐曉昕也是蠻好笑的 徐曉昕他自己有出來講 他就說他四個字 說他是無妄之災 說他無妄之災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可能是因為 最近他的那個大姑的案子 所以他本身這個被牽連 你真的是被牽連嗎 坦白講你也蠻愛說謊的好不好 我們真的就不要再扯到他以前的事 我們就扯這一次他那個大姑案子 他不是說他跟他大姑嗎 早就不相往來了 後來我們也是爭論節目 花很多的時間 他鬧不相往來 他之前選立委的時候 他大姑不是還來幫他那個公關公司 來幫他化妝 來幫他辦活動嗎 他就說謊了嘛對不對 那再來他就從 又從小開始 說什麼三個人住兩坪大的房子 還有政論節目 還發了一個床墊來 這要跟大家證明 你三個人怎麼住兩坪的房子啊 你光是一個床墊都滿了 更不用講你還有那個滿滿的名牌包 這就很愛說謊啊 那一百萬也說謊 你從這個借貸 然後一直到投資 然後稍息是投資 還什麼潰陣 是不是 其實說法都說不攏啊 所以你看 為什麼就是這些人 會給大家的印象 愛說謊 真的隨便講的 這個例子 真的都說不完 是的確 近平 這怎麼看你們現在藍白的 這個錢 這幾個都是聲量非常高的 那如果也對照著 現在面臨著罷免的這個狀況了 那如果說真的要去罷免綠營 罷免無私藥 罷免同志委等等 這真的是一個好的策略嗎 因為國會改革的這個衝突 剛在立法院落幕 然後這個社會上的氛圍 也還沉浸在那個時候的時期當中 所以也難免徐曉晴雖然他有這個 他自己也承認 他說因為他大姑劉相傑 跟他的這個大姑的老公 那些所謂的這個詐欺案件 牽連到他 所以他自己也表示 這是一個無望之災 所以徐曉晴也承認說 這個案件多少會影響到他 但是他的這個自己的部分 就是被列為第二名 但是傅崑奇黃國昌那個前面四名 前面五名前面五名都是 都是有這個藍白的 那就很明顯跟國會改革有關 尤其當時在這個青島東路 或濟南路不是在青鳥行動的時候 就看到一堆人在貼那個大頭貼那個照片 這個傅崑奇黃國昌臉上都被貼一大堆 然後再加上他們之前不是被炒作出來 有一個花東三法這個部分 然後這一些都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引起討論 尤其黃國昌在這個立法院 他重回立法院之後 他跟民進黨的這個直接對上對槓 然後每次他都會標這個老柯柯建民 所以這些都會在尤其是綠營的支持者 觀眾心中都會覺得這個仇恨度是非常的高 所以 真的只有綠營嗎 還是中間選舉 幾乎啦 幾乎都是綠營的 那藍營的會覺得本來就不會喜歡黃國昌 對這不會有特別感覺 我是說藍營的這個支持者的話 那所以前五名裡面包括朱立倫在內 都會跟國會改革有很大的觀念性 你要說沒有百分之九十 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 所以 本身愛詐騙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本來就是一個 會被民眾說 不管是你什麼公職人員 立法委員也好 縣市議員 縣市首長 這些 常常在民眾啊 常常也會酸我們網路上 就是寧可相信這個 寧可相信世上有鬼 也不要相信政治人物的一張嘴 要把所有政治人物都拖下水嗎 我說一般都是這樣 每個人的信任度還是有差啦對不對 我常常被 我常常聽到啦 都一樣啦 就是這樣 寧可相信 真的嗎都一樣 寧可相信世上有鬼 不要相信政治人物 我說普遍的對這個 就是這樣 政客政客政治人物都一樣 所以我就說 這是一種戲虐 對於這個政治人物 所以我就不是只有台灣喔 國內外都是這樣啊 美國也是一樣啊 歐洲歐美各國民主國家 全部都是這樣 所以說明了在社會裡面的這個 政治人物的形象 還有這個他的一個聲望 你去做一個各行各業的這個調查 我記得這些媒體 早幾年以前 都還有這樣調查 只要是從 從事公職人員 不管是民意代表 政治人物 立法委員還是議員 那他的那個職業排行都是最低的 他的一個聲望 前面幾名 通常都是像什麼 所以你覺得這五位排名前五名也 還好啦 因為反正 我是說不意外 是這樣嗎 我的意思是說 不意外 這前面五名裡面有這幾位 因為國會改革 我前面一開始就講 國會改革的衝突剛落幕 那他們的這個仇恨值跟這個信任度 本來就是仇恨值很高 信任度很低 所以列名上去不意外 那幾名什麼什麼柯文哲啊 到這個朱立倫啊 前面幾個主席啊 什麼國民黨主席跟民眾黨主席 也說明了現在的政治氛圍就是這樣 但林傳媒他做這個 我希望他是可以持續的這樣做下去 因為是第一次看到 他是這個所謂的詐騙的這個人物排行 還有包括喜歡的還是不喜歡的 以前林傳媒似乎沒有做過 沒有看過他做過這方面的這個標籤的 這樣的一個行將民調嘛 但以後看看呢 你們能做比較 名次會不會有所更動 但其實這方面也要提醒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這個政治人物 還是要小心啊 因為現在不管做任何的民調 今天包括美麗島電子報 可能還沒公佈的民調裡面 那個對國民黨跟民眾黨的這個支持度 都不會說有多好 就會跟維持以前其他的這個民意關係 所以回扣到上一趴的這個選霸法 我是認為啦 因為我看到這個黨部的這個群組 還有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我都認為就算是 像今天他們在群組裡面就有提到說 哎呀這個選霸法第90條裡面 這個許宇貞委員所提出來的規定 不就是之前民進黨的立委蘇政卿 在蘇政卿離開民進黨之前 還有郭國文賴瑞龍 還有這個湯慧珍所提出來的 都差不多湯慧珍是說提出來那個 這個門檻要多高 但不管怎麼樣 我說我後來我就回一句話 我就在自己的安營群組 我就回一句話 我說即便如此 你們要拿民進黨的立委 不管是賴瑞龍 這個湯慧珍前前委員這些人 即便你們要拿來做一個比較 即便如此我都認為時機不移 因為在這個節骨眼 你只會加深國民黨民眾黨 在社會大眾和媒體的觀感裡面 會對這個民眾黨 國民黨的信任度 以及像這些政治人物的這個好感度 只會持續下降 來郭仲哥怎麼看這個民調 國民黨藍白會去在乎眾士嗎 因為他們現在還不斷的在堆疊仇恨值嗎 這些喜歡說謊的政治人物啊 平常講人民早就心裡有數了 我們民主政治裡面 對這些政治人物這麼容忍 然後他們居然還想修一個鳥籠罷免法 現在平常講要罷免一個政治人物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你要連署兩關然後還要投票最後決定票數要贏過多少 你才有辦法達到那個門檻 都已經限制這麼多了 結果你現在好了 為了自身自回的利益還要來修改選擇法 他們如果照這樣修改的話 那就是鳥籠 把這選擇法關在鳥籠裡面 看得到你就不會贏得到 所以我說現在國民黨為什麼老是做這種事情 對外面的民意 如果比較敏感的政治人物 當這種公布出這種喜歡詐騙的排行 然後讓人民來接受對有厭惡的 你自己自身就要檢討嘛 對 為什麼人民會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媒體會做這種東西呢 政治人物說謊 大家都知道啊 騙選票啊 然後假裝服務啊 這個大家都理解的嘛 但是如果你做得太過會太超過的話 已經影響到人民對民主政治的一個認知 那事情就大條了 今天台灣我們幸好還有一部憲法在這裡 可以依據 再怎麼講 你今天國會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你們應該要維持人民對這部憲法的尊從嘛 有問題你去修憲啊 你又不敢修憲 然後在這裡面動手腳 問碰到什麼事情就動什麼手腳 我覺得這不大像是 不大像是一個政治人物 說政治家的思維嘛 像這個排行榜 你朱立倫都排在裡面了 作為一個黨主席 你為什麼不能讓人民覺得說你這個黨 是在野最大的黨的黨主席 你當然人民的心目中 你還是一個會講謊話的政治人物 那你這個主席白幹了嘛 國民黨說多少任的主席 到今天哪有個人像你這樣子 讓人民覺得說 你這個都假作的沒路應嘛 連你們黨內都對朱立倫都有反感 所以我說朱立倫好不容易為止 平常講 當2022年選市長 憲市長跟議員完了的時候 大家認為朱立倫真的有一套耶 在那個環境裡面他還可以選贏耶 結果你後面越走越走 走到今天 你沒有辦法自焉你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在立法委員裡做委 你讓河昆齊 縱容河昆齊這樣子做大 你像一個黨主席嗎 所以我說今天看那個環境 每個人心裡都有數 誰會講謊話 台灣人民眼睛都很血亮了 看政治看多了 什麼人說話什麼 做什麼東西都放在心裡 所以這種排行很自然就會出來 但是我們對國民黨還是其美說 你如果真的想要對人民 好不容易給你多了一席 你好歹要做出一些讓人民感念說 哎呦我們這票 就讓國民黨給一次 能夠來制衡監督執政的民進黨嘛 結果你現在什麼監督法案都沒提 搞了一大堆自己擴解的自衛法案 現在因為要修改讓人民 擁有罷免的這個情意 你們也要修改 那人民想說 那川際的進黨敢不中 如果真的他去動到選罷法了 委員會通過的時候 我相信清鳥行動會要再出來不行的 這是人民最後的一個武器 你都被沒收被關在鳥籠裡面了 那這個台灣的民主 等於是半調子民主了嘛 所以我說這一次選罷法的這個動不動 讓人民去看國民黨如果這樣作為民眾黨 還在支持他 還不敢繼續投票的話 那這個民眾黨是沒有用處的喔 民眾黨你現在已經講出來 這個不是緊急法案 不是優先法案 那我們就看啊 你有沒有反對呢 如果你沒有反對的話 你不要以為說 哎呦我民眾黨的計劃委員 都是政黨票選出來 罷免不了你 你這個作為 將來一定人民會跟你算帳的啦 謝謝大家